大家好,我是小颖,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静悄悄给我一个like,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感谢您,人终有一死,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结局,但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养老问题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老了,不能自理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度过余生呢?对于这一点,陈大爷分享了自己的经历,陈大爷是个独居老人,老伴65岁的时候就生命去世了,留下陈大爷一个人生活,不得不说,老伴的去世给陈大爷的打击还是很大的,除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打击外,陈大爷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老伴在世时,两人的退休金加到一起, 有6000多块,对两位老人的生活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老伴去世后,陈大爷就剩下自己的2000多块退休金,日子过得比之前紧张了很多,平时他都试得十分简单,想着就这样过完剩下的日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陈大爷在68岁那年突然摔倒了,他从摩托车上狠狠地摔下来,右腿严肿摔伤, 好在陈大爷的身子骨一直比较硬朗,所以才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只是走路变得一瘸一拐,一个人生活也变得更加吃力,于是陈大爷就想搬到儿子家去住,没想到儿子和儿媳都不同意,但是陈大爷知道,自己的女儿也指望不上, 因为自己和老伴当初把绝大数的积蓄都花在了儿子身上,对女儿有些亏欠,原本以为能靠儿子养老,却没想到儿子也指望不上,陈大爷也曾经去过养老院,但是养老院的环境更差,他宁愿回农村自己生活,后来思前想去,陈大爷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首先他把儿子叫过来,告诉他,不要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男丁,就可以独自继承所有财产,陈大爷表示,自己剩下的这些财产,要按照儿子女儿的孝顺程度进行分配,绝不会厚此薄彼,果然,儿子一听,立即改变了态度,答应每个月给陈大爷2000块生活费,现在陈大爷每个月就有了4000多块的生活费, 他将其中的2500块拿出来,每个月交给女儿,让他有时间就过来买些东西给他,照顾一下他的生活,女儿原本就孝顺,拿到了钱就更加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陈大爷过上了还算幸福的万年生活,陈大爷的经历告诉我们,想要儿女养老,也要讲究技巧,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老人在行动不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聪明的养老? 首先,老人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要把全部的养老希望都放在儿女身上,自古以来,五国就十分注重以孝治天下,孝顺父母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事实上,不孝顺父母的子女也大有人在,牛池是那些被父母宠坏了的子女,心理学家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类的个性之一, 倘若老人们碰上孝顺的子女还好,不至于会落到没有人管的地步,但如果老人遇到了不孝顺的子女,那也很难去强迫对方,用道德标准去要求对方 因此,对于那些不孝顺的子女,老人们往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俗话说,大蛇要拿七寸,只有了解到子女的软肋,才能真正拿捏住对方 就像陈大爷,他清楚儿子的软肋是遗产,知道儿女的软肋是心理的不平衡,所以他用遗产警告儿子,还拿出一部分钱安抚女儿 很多人会说,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怎么办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子女不孝顺,老人可以自己享受或是捐赠出去,明确表示不会把遗产留给不孝顺的孩子 此外,那些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也不要太过挑剔,更不要试图干涉子女的生活和家庭 心理学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变得更加暴躁和易怒 有的老年人甚至蛮不讲理,十分固执,其实这些行为也会影响老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很多子女都愿意孝顺老人,但是如果老人太过挑剔,催毛求疵 那么子女再孝顺也难以忍受,最后倒霉的还是老人自己 尤其是在我国,我国的家庭结构和相处方式和西方有很大差别 我国人的边界感也更加薄弱 不仅如此,我国式的父母往往也很少反省自己 尤其是上一代老年人,他们的思维还停留着家人说的话就是天的思维方式上 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与子女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 因此,老人虽然应该得到善言和尊重,却不应该以老迈了 要做一个慈祥可爱的老人,这样的老人才能给大家庭带来福气 子女也会更加孝顺 最后,如果这些风法多不行,老人也可以自己花钱请保姆来照顾自己 对老年人来说,他们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剩下的日子就应该安心享受 因此,无论如何,老人们都不要亏待自己 虽然我国现在的养老院还没有那么发达 但是很多城市仍然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养老好院的发展也十分迅速 这也为老人提供了一个选择 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也不如从前 所以很多老人都会出现和社会脱节的情况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如果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 就容易被社会淘汰 因此,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的步伐 尽可能去掌握一些必备的技能 这样一来,老人们就不必事事都要依靠子女 也不用看子女的颜色形式 我奶奶今年81岁了 她不仅会用微信 还学会了用手机点外卖 平时如果大波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她也不会亏待着自己 懒得做饭,那就点外卖 就像年轻人一样,喜欢追逐潮流 而且她也不需要子女陪伴她 她喜欢打麻将 就在网上开了个账号 每天过来开开心心 其实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一个错觉 他们总觉得子女一定会笑声自己 然而事实总是不能如愿 子女长大后都会拥有自己的小家庭 很多子女连自己的家庭都难以顾及 就更别说照顾父母了 尤其是在这个压力奏争的社会 更是如此 说到底 老年人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 只有自己才是最大的依靠 所以能在年轻时多赚钱 就尽量努力 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奉献给子女 要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养老钱 这样才能挺直腰板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